头条开讲我们要充百万订阅 所以请大家一定要赶快订阅起来 RCEP相对于CPTPP 因为CPTPP已经在走了嘛 已经走了三年了 但是成效不好 因为本来他们当初最大的参与国 就是美国 因为美国是一个最大的消费市场 在过去 所以现在美国没有扮演 一个最大的消费市场没有加入 而这些国家都想外销东西出去 那卖到哪里去 因为每一个国家都想卖东西嘛 但是像日本就是一个最大的货物贸易输出国 那它没有地方卖的时候 你想想看 这些国家经济体又小 所以CPTPP表现并不好 到目前为止表现真的很糟 那台湾还拼命加入 我就不太解了 相对来讲RCEP大家就看好了 那RCEP的看好是 主要就是因为它的门槛比较低 而且它90%的关税都要减零了 而当不是说明年就减零 而是已经开始一步一步再往下走了 那目前来讲已经有10个国家 如果韩国明年2月1号再进来的话 那就是一个国家了 日本有很多产品到大陆去 大陆有很多产品到日本去 那关税都下降了 贸易也增加 贸易一定会增加 而且你想那就会挑战美国 欧洲 台湾等往日本 跟往中国大陆输出 那2月1号韩国也进来了以后 韩国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输出国 也是一个进口国之一 那这样的一个情形下 我们很明显的看到 在明年的经济的活力一定是在亚洲 绝对是在亚洲 这已经跑不掉 但是问题就在于 大陆他们的估计 情况并不那么乐观 刚刚您讲说 我们希望2022年要充满了这个希望 充满了乐观正向 正向乐观嘛 因为大家已经闷很久了 我们都希望有活力 是不是 我们希望了 是真的这个时候希望香水 有梦最美 哎 啊扁的名言 但是有效啊 因为希望 还是要有希望 不过并不是想象中那么乐观 所以大陆很明显的 他们趋向于保守 他们目前来讲 估计大概就是5到5.6 那已经是表现得很亮丽了 如果能够5到5.6 因为大陆他已经铁了决心 就是经济再怎么严峻 他也绝对不用房地产建筑的方式 也就是营建业来带动他的经济成长 他们已经铁了心 一定要走这条路了 那铁了心走这条路也就是说 这个营建建筑这个部分里面 房地产不能够占他的经济币 很重的情形下 他要靠的 那就是智慧工业生产制造能力 这样的一个情形要来带动 那大陆我觉得比较有条件 是因为大陆在疫情这两年 他没有印钞票 欧美日等 我们都可以看到他们 因为大量的印钞票 他们出现了困境了 货币宽松 对货币宽松 几乎是无限量的宽松 那几乎是无限量的宽松 您看到了他的 这个目前物价已经涨到 实在是不得了的地步了 房价也涨到不得了的地步 相对大陆来讲 你看大陆房价没有涨 而是欧美的国家跟台湾等等 涨到已经不得了的地步 物价也涨了 可是货币宽松到这个程度 美国的联准会 已经改变他的态度了 很有可能 目前释放出来的消息说 至少会有三次的增息 增息 对不对 至少会有三次要增息 那要把钱收回来的情形下 那当他要把钱收回来 你看看热钱股市等等 是不是就会产生一些波动营业 好 那问题就在于 我觉得我个人推断 大陆也对于人民币的高级不下 有意见了 因为目前人民币实在是 台币也是一样太强势了 那大陆有意见 相当有可能 他们在人民币方面 可能就会放一点了 那放一点 我觉得大陆比较有条件 印一些钞票 大陆相对来讲 大陆反而有条件印钞票了 那在这个情形下的话 我们目前来说的话 就是经济坦白说是有隐忧 但是RCEP来得及时 所以东亚的 亚洲的这个区域间 由于大家的关税往下降的时候 贸易来往的增多的情况下 我觉得它会带动全世界的经济 所以目前预估2022年全世界的经济 最表现最亮眼的应该在我们亚洲 而且RCEP的这些国家 会成为一个经济的主要的推动者 而在这个推动的过程里面 中国大陆是不可取代的 龙头火车头的地位 我想这个地位已经确定了 那因此我估计绝大部分的经济的这一些企业 都不愿意跟美国选边站 那如果它的国家的政府 要选美国那边的话 它的企业可能会去反它的政府 OK 目前的推断大概是这样 所以听起来其实这个RCEP是及时雨 可能2022年 大家要看经济的话先别那么乐观 虽然大家有期待 但是毕竟现实是残酷的 所以RCEP很重要 可是就大陆来讲 刚刚其实賴老师也讲到了一个重点 就是经济上面确实是有隐忧 那我们听听看官员怎么说 大陆商务部副部长 他就说东协日本韩国是 中国的第一第四第五大贸易伙伴 尤其是中日两国 第一次达成自贸安排 双方在机械装备电子讯息 化工轻工纺织许多的领域 可以大幅度相互的降关税 尤其2022年 中国对日出口57%的税后产品 会立刻的零关税 所以这个零关税 当然就是节省很多的成本 很重要对彼此是都有利的 可是事实上亮哥 看到大陆方面 确实有一些问题可能产生的 也被点出来的 包括是不是缺工的情况更严重 或甚至还有就是 这个原料 能源 是不是真的能够有足够的供应 那您怎么看 RCEP有一个规定是对原产地的宽松认定 那这个其实影响很大 就是说在RCEP的范围内15个国家 它都视同原产地 那这个就意味着 因为有很多国家有那个 本地制造的要求 那RCEP签署之后 我觉得就会造成 大陆会有很多企业 开始调整它的布局 那它可能会有一些 会外移到东南亚 那因为这个对它来讲是更方便 所以这个部分就会导致 部分的制造业在大陆会失去工作 可是那个都是低阶的 可是这个没有办法避免 因为自贸的区域大协定 本来就会有这种效果 那可是日本当然 因为日本跟中国是第一次 有一个自贸协定 日本跟韩国也是第一次 所以这个会产生什么样的效应 我坦白说这个对台湾冲击蛮大的 就是中日第一个自贸 然后日本跟韩国也是第一个自贸 那因为中国有百分之五十七 到日本的关税就立刻打到零 那百分之九十是也是打到零 所以台湾厂搞不好 台湾就会受冲击了 这是必然的 就因为这个会联动 因为台湾跟大陆ECFA只有少部分 那我们跟韩国跟日本 是没有什么FDA的 那结果这一次RCEP变成 事实上中国跟东盟 那个部分事实上不重要 因为他们本来就有加一了 这次主要大家关注的是中国跟日本 还有日本跟韩国 因为日本对中国来讲 它是第四大贸易伙伴 韩国是第五大 所以事实上这个效应 我坦白讲是蛮大的 就是所以你可以看到日本的 非科技的非高科技的 坦白讲高科技也没有税 没有税的问题了 真的 RCEP主要就影响到所有的传产 是 所以日本的传产 比如说UNIQLO 他就立刻讲话了 对啊 他说本来就应该这样做 UNIQLO创办人刘景正他怎么说了 他其实不愿意评论 是否使用新疆棉 他不愿意选边站 他说美国采用的方式 根本就是强迫企业展现忠诚 但是我要强调 我不玩这一套 对不对 不玩这一套就是不遵守的意思了 对 那坦白讲像传产美国要制裁 真的有难度 有难度了 所以那可是这个 就会让RCEP的15个国家 内部的供应链的关系 还有贸易一定会深化 那这个部分大概 就基本这个是利多的部分 那因为利空的部分坦白说 我认为最大的利空 你这个表上没有了 我认为最大的利空是疫情 疫情 对 这个 因为我看到美国那个 单日确诊新增可以到48万 我简直快要昏倒 不止了 12月30号不是有70万 反正就是 很惊人 不可思议 是啊 不可思议 那我刚刚听蓝老师讲说 法国也创新高吗 对 10万大概10万 就是单日新增 对 那 那 这个情况会导致什么样的 因为你也看到运输又开始自我限制了 对 那 会不会又造成 货物的阻塞 那结果 同膨又来了 估计会 而且供应量变少 对 所以价格就下不来 是 这个恐怕都是 我觉得大陆会趋于谨慎 可能也考虑到这个 可是他不能讲 他不能这样讲 是 因为坦白讲大陆目前的疫情算是最轻了 对 那他就最怕 疫情冲进他的 那个国境内 那就会造成很大的后果 的确 不过你看 既然刚刚讲到了 这个日本方面 Uniqlo 他也算是一个标志性的人物 这位创办人 那他都讲了 他不玩这一套 所以呢 是怎样 不甩美国 你用这种强迫的方式 就是我们也有自己的做法 这个当然他一方面 他很注重美国市场 但是中国更不能放 对他来讲 中国是很重要的 但是你看看另外一头 在德国这边 德国外长不是还支持 禁止中国强迫劳动产品吗 但是西门子 这够大的企业了吧 也表示了反对 西门子的CEO博乐仁就说了 中国过去20年 让10亿人脱离贫困 建立真正的中产阶级 这是了不起的成就 中国当然会犯错 但对抗式的外交 无法解决问题 如果禁令真的实施 欧洲不能再进口 中国的太阳能板 能源转型 将无法继续的推动 对啊到时候倒霉的是我 杰大使 我想西门子的总裁 傅伯勃勒人 讲的话是实话 现在德国人 现在好多人都出来讲话 都在讲 针对谁讲 针对他们现在新任的外长 他们就是说 怕这个新任外长乱搞 因为这个新任外长 现在已经慢慢感受到很多压力了 那德国方面也有认为 他的英文太烂 没有办法做这个 做升任 德国这样大国的一个外长 而且他的政策 一方面他现在把俄罗斯也得罪了 一方面要开始准备 跟中国大陆 跟大陆来对抗 这个让德国的企业相当的忧心 你知道西门子在德国 不是最大的企业 西门子在德国企业排名 第五名 所以先是老五出来说话 老五都说话这么强了 那他前面这几个 前面的第一名跟第二 到第四名 第一名是Volkswagen 福斯汽车 第二名是Benz 是Mercedes Benz 第三大是安联保险公司 第四大B&W 宝马 第五大才是这个 才是这个西门子 那这个前面前四大 保险公司先不讲 这三大汽车厂 现在卖车子卖的最多 最赚钱的是哪个市场 大陆的市场 所以这前面的三大 汽车厂都还没有坑气 第五大的老板 就已经受不了了 就已经先出来 这个说起来就是开批了 他讲这句话就是在批什么 批那个德国的新任的 绿党的外长 那绿党外长 事实上最近有些事情 跟德国的总理不太同调 那尤其就是说 他最近这个把北溪二号 他说要停 这个让德国内部社会 产生很大很大的这种 反弹吗 判动 那就是说 反这个新的外长的生意 已经越来越多了 另外呢 他也说 他个人决定 不参加北京冬奥 对 我不晓得 强调是个人 对 我也不晓得 北京有没有邀请他 所以呢 他这个很多地方 就是说 德国人现在发觉 跟他的总理 外长跟总理不太同调 可是呢 可以保证 德国的大企业 一定是站在总理这边 那么总理在还没有上任之前 就已经拖过当时的 欧盟的理事会的主席 Michelle 就跟习近平传话 说我上任以后 我一定会遵照 这个原来的这个首相 也就是Mercut 对中国的这种 稳定的路线 所以上任以后 你可以看出来 他的整个外交动向 从来没有对中国大陆 急言吝啬 讲话都非常非常的 顾及现实 所以现在欧洲来讲的话 对德国来讲 我觉得 如果说德国企业的第五大 前四大还没讲话 第五大讲话 都已经讲得这么明了 我想德国的这个 整个的外交政策 尤其对大陆来讲 基本上会走务实的路线 不会随着所谓的绿党这一批 这一批人走什么价值外交 德国哪有玩价值外交的本钱 德国没有玩价值外交本钱 而且这些像这些 德国的企业今天就讲出来 你价值外交本来就是很虚幻的 你德国自己本身的问题都很多 去跟人家讲什么价值 德国内部问题大堆 难民的问题 德国怎么对他们这里面的土耳其的 这一些过去移工 还有他们的第二代 在德国的这个受到 德国社会排挤跟歧视的问题 要讲的话 德国内部问题一大堆 还有什么资格跟别人讲价值 所以我觉得这个 今天来讲的话 看起来德国可能是 我觉得大概是走过去 Mercule对中国大陆 那个一个务实路线的 一个外交政策 这条路我觉得是 应该是走定了 请教官下召集令 支持中天的好朋友们 欲请呼吁大家 加入订阅程序的行列 距离百万订阅呢 只剩下不到十万的差距了 希望可以在年底之前 达成百万目标 所以朋友们 让我们一起来共创2021的奇迹 按赞 分享 订阅 让全球的华人都看得到